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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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掌聲響起 我想很多人都跟我一樣 小時候父母都會帶我們去聽工聊拜拜 那我小時候我記得很清楚 我去鼎宮拜拜的時候 我常常會在門口的地方 看到這個東西 它會有一個匾額 寫一個1 上面有八仙彩 下面寫一個1 小時候會不明所以 因為只覺得怎麼跟其他的 媽祖廟或是 武聖觀光的觀光廟不太一樣 長大之後我總算知道了 那個1代表什麼意思 它是在告訴我們說 人算不如天算 就是人千算萬算 不但你聽說一行一化 所以如果我們做人做事 都能夠順應天理去做 我相信總是聽說聽好人 他會讓大家逢凶化吉 趨吉避凶的 那麼為什麼會跟大家講到 這個小時候的一個小故事呢 因為今天盤勢的一個大碟 讓我有很深刻的感受就是 哇 老天爺對我們真好 短短兩天而已就送錢來給我們了 為什麼我會有這種感覺呢 我們先看大碟的指數 你就會跟我一樣體會越來越深 這一天是封關日 當時 當時的位置大概在9500點 經過了兩個半月 兩個半月的時間喔 指數才推到了1萬點 那差不多就漲了500點 但是 老師沒有 往上漲500點 花了兩個半月 那往下跌500點 那往下跌500點 花多久 兩天 來 我們看這裡 昨天 昨天最多跌了將近300點 今天最多也跌了200多點 從前天的收盤價到今天的低點 剛好整整500點 往上漲500點 花兩個半月 往下跌500點 花兩天 很快吧 那速度這麼快 反應這麼快 當然要拜我們的 現在的交易制度已經 漲跌幅 變成10個百分點 我相信投資們一定都還記得 打從第一天我就跟大家講 當漲跌幅擴大為10個百分點的時候 它最大的改變就是說 對利多或是利空的反應 它會變快速了 所以你會發現 最近越來越多的次數是 計畫趕不上變化 所以 當新的交易制度 帶我們邁入新的時代的時候 應變會比計畫來得重要 怎麼說呢 來 仔細看 這500點到底怎麼來的 老天爺怎麼送錢給我們 這個是禮拜二 仔細看 我們來看這裡 禮拜二當天大盤往上衝 只有疊五點而已喔 中場只有疊五點喔 可是疊五點的時候 我盤中是越看越不對 越看心裡越毛 因為我無論從大盤或是從個股上面 我都看到了先知先覺的籌碼 在繞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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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下我第一個動作不是去了解說 為什麼你們要走 不是 我第一個反應是 趕快帶我們的會員朋友 把一些高檔的股票賣一賣 就像大家都很熟悉的366的茂連 我們不就是在禮拜二 當我看到了先知先覺的籌碼 在繞跑的時候 而它也的確連續讓我看到了 三天的先知籌碼慢慢在繞跑 我們在歷史高點194這附近 全部出清之後 到今天最低152.5 拉回的幅度21個百分點 大約41.5塊錢 哇 兩天的時間 高低點竟然拉出了兩成的空間 所以當禮拜 禮拜二 我看到先覺的籌碼在繞跑的時候 我趕快繞跑嘛 跟著跑啊 那跑完之後 來 昨天是不是跌了274點 盤中跌了300點 今天盤中又跌了200多點 哇 反應的還快 當時我們趕快跟著跑 當它在賣的時候 趕快跟著跑 因為我生怕跑得比較慢 會被它踩到 會很痛耶 可能會讓我們少賺 那既然人家已經進來了 不要想那麼多 找強勢股跳上車 你就會發現 今天真的是聽說八啊 送錢給我們 我用實際的 今天我們帶會員買的股票 來跟大家聊 來 第一檔 366的F帽連 大家去試想 如果你像我們這樣 沿路轉上來 就算 你是在6月29號 禮拜一 當天有希臘倒在利空 我們告訴大家要買不敢 你隔天馬上買 那麼短短一個多禮拜 拉出24個百分點的空間 我相信這一段你有跟上的 你都跟我們一樣賺到了嘛 那當它 當我們在禮拜二 歷史高點194這附近 全部出清 當天在節目中也跟大家講 要適時的支持 你才能夠定盡安律德 你的心裡才會平靜 你的思慮才會清楚 接下來準備迎接幸福 幸福不用等太久 兩天後就來了 昨天盤中達到跌停 今天 仔細看一下 盤中是不是又跌停 一大早喔 一大早又跌停了喔 又回來當初的位置了 那大家想想看 這一班標谷列車坐上了40的下車 又回來原本的出發點 他說沒有 如果你像我們這樣 你會不會想要再把它買回來 會吧 兩天而已基本面會有很大的改變嗎 不會啊 當初我們賣掉的時候就已經特別跟大家講 我們不是看壞它 只是它漲多了當然要40的獲利下車嘛 更何況我們看到了人家先知先覺的籌碼 它慢慢在調節 當然以成交量來講 它沒辦法跑得完全跑掉的 但是人家有在調節 那你就跟著賣一下嘛 那賣完之後 然後後面兩天要大點500點 這個我預料不到 真的預料不到 這個是老天爺在做主的 那這500點就是它送給我們的大好的禮物 所以呢 回來仔細看一下盤中的走勢 今天無論你在哪裡買 它從低點拉到高點13個百分點 比一根的漲停碼還要多 他說沒有 昨天我們是不是跟大家講 不見兔子不殺鷹 昨天我認為機會還沒來 所以我們準備好的老鷹也還沒有灑出去啊 可是今天我看到 哎唷 兔子一隻一隻的跑出來 我當然是老鷹一隻一隻的灑出去 每一隻灑出去的老鷹 就是抓到一隻兔子 366的冒連就是當中的一隻 真的很好賺 這送錢的機會把握住 真的賺得很快 無論你在這裡買 在這裡買 在這裡買 到尾盤 你幾乎都是賺錢的 如果你跟上我們腳步 當然是賺錢的嘛 因為你手上有滿手的現金啊 那這個又回來了 當然是把它買回來嘛 基本上沒有改變啊 那又回到當初的價位 先知先覺的籌碼 今天也讓我看到又慢慢再進來了 否則大家想想看 這個誰買的 不會是靠我會員的力量來買這個高價虎可以這樣推吧 你想太多 我也不會這樣異想天開啊 那我們去買了 就坐在教上讓別人抬就好了啊 那今天很開心的是這樣 也許明天風大雨大 但是呢 今天賺錢最大 所以 不見兔子不殺鷹 兔子跑出來了 老鷹灑出去 馬上抓到一隻兔子 13個百分點的空間 越早買賺越多 這就是第一隻 兔子 那再來呢 再來的兔子在哪邊 來 剛剛我們所提的 是強勢主流當中的汽車零組件 我相信我們 忠實的好朋友們都知道 打從下半年的第一週 我就特別跟大家講 下半年 我還是看好這三大族群 兩大強勢主流 加籌馬仙子骨 七成零組件 366的F帽連 率先讓我們抓到了 接下來的通通在這裡 運動大也猛 還是沒有脫離 我設定的好球袋 抓到的兔子 還是都在這好球袋裡面 我沒有三心二意 至始至終始終如一 就是這三大族群 那我們抓到哪些兔子 來 一檔一檔 仔細跟大家講 第一檔 2108的南地 一登大師 這檔股票 我們在這個地方 5月18號 待會員買進的同時 把這檔好股票送給大家 先知先覺賺標股 5月18號在哪邊呢 在這裡 我們仔細看一下大盤 唉唷 震盪走低耶 它呢 震盪走高 低點越墊越高 那咧 怎麼大盤往南走 它是往北走 而且我們已經賺了兩段了 現在今天買進第三次 它的魅力在 所以5月18號在這邊 這一段29個百分點 我們掌握到了 第二段在這裡 就在不久的6月18號 當時大盤位置在這邊 我們跟大家講 上車的機會來了 節目中跟大家講這一檔 拉出17個百分點的空間 適時的下車之後 今天再買進 仔細看一下 整理的態勢是不是很強 整個波段來講 所以不見兔子不撒陰 這隻兔子跑出來了 老陰撒出去又抓到了 所以事先準備好 老陰真的非常重要 你在看到先知籌碼在落跑的時候 不要想那麼多 不要想說 它到底是怎麼沒這樣做 我只知道 當時我只知道 我跑得比它慢 我的獲利會減少 甚至於會變成虧損 那還得了 趕快先賣再說 那等到我弄清楚了 可能昨天已經跌了 將近300點 對不對 所以不見兔子不撒陰 今天這隻兔子 開滴下來讓我們買 買完之後拉上去 第二隻兔子抓到手 那第三隻呢 一樣是大家的老朋友 來 1426的利勤 這檔股票 123 三天前 我就特別跟大家講 如果你接下來看到 利勤它公布6月的營收 不如市場的預期 那麼那個是機會 那個不是危機 三天過去了 到現在我錄影的時間 我還沒有看到它公布6月的營收 但是影響已經不大 因為就算真的不如市場預期 它也提前反應了 而且今天從這個盤中走勢 我們上車 為什麼 因為有先知籌碼 跳進來了 那它6月營收還沒有公布 就已經跳進來 所以 正常的邏輯是 它不會像我們所預期的 比市場還要差 恐怕是比市場來得好 雖然我還沒有看到6月營收 但是呢 就算不好 它也已經股價先反應了 所以當然買嘛 邏輯就是這麼簡單 沒有什麼高升的 什麼技術分析 沒有 因為這三四天來 它不會改變我們對它未來的看好 也不會因為股價跌了 它的基本面瞬間轉差 完全不會跟貌眼一樣 所以這檔股票 現買又是現賺 第三檔 這是第三隻兔子 老鷹殺出去又抓到了 收到三隻之後 還有第四隻 第四隻 哇 更開心的 直接鎖漲停 這檔股票 過去我們就跟大家介紹了 8383的千億富豪 今天尾盤直接亮燈漲停板 無論你在找盤買 中場買 尾盤買 你通通都是賺錢的 這檔股票過去 我們在什麼時候介紹給大家 運動大聯盟做自協機的 5月22號介紹給大家 待會拿證據給大家看 沿路以來 他往北走 大盤往南走 而且更重要的是 當初我們看好他的原因 籌碼 先知籌碼在裡面 這幾天他沒有跑 他是很少數的 例外沒有跑的 沒有跑當然是買他 第一檔就先買他 結果鎖漲停剛好而已 人家沒跑 連昨天低點都沒有破 漲停創歷史新高 這很正常很合理的走勢嘛 所以 老天爺送錢來了 我們灑出了四隻老鷹 也抓到了四隻兔子 那麼同志朋友 也許你在看到我們這個節目的時候 你也很想跟進 那麼機會都還在 因為一隻一隻的兔子 他會後面一直跑出來 而且我們已經鎖定了 鎖定的一樣在那三大族群裡面 運動大連盟 汽車禮酒店 跟籌碼先知股裡面 所以 如果你今天還沒有出手 或者你手上有套路 果然你想要換到這些強勢股 那麼歡迎你跟我們新商人員做聯繫 看看我們怎麼樣來幫助大家 把你的老鷹刷 灑出去 像我們這樣一灑出去 就抓到兔子 一起開心的來度週末 Summerland先進到這邊 休息一下待會兒的節目現場 開損拒絕門外 帶您實時累積財富 帶您客客迎接幸福 速播贏家熱線 02-6630-3221 6630-3221 致富之門為誰而開 滑罐頭庫替您打開財富大門 懂得投資的人才能將手中的財富握緊 金錢不是憑空而降 理性的投資才是正確方向 滑罐頭庫冠領群雄 帶領真誠專業精進團隊 請找您走向財富的人生 相信專業 現在就撥打滑罐專線 02-6630-3221 6630-3221 入訢訪 入訢 秦倩 歹坐呀 站你一下 你剛才不是才去過 阿爽 不知道有人介紹 比阿爽 那麼有準備吻的粉 是水的 就非常的 asan的 阿農介紹的 大哥 来陆过敏的烟很多是走私的 运送过程中 可能浸泡到海水品质会变差 没有检验的烟 胶油泥骨丁都很有可能超量 而且还烤肉烟酒碎 以及健康福利捐 参与猪健康不俊宝失恋烟 欢迎收看掌声响起 这张字卡我们跟大家分享过非常多次 赚大钱的绝招 不外乎这两个 买不知或是买不敢 今天的气氛 有没有非常的恐慌 有吗 大板一大早 鸡花啦 跌人买点 大家都还在担心鹿骨或是担心希腊 但是呢 如果你能够像我们这样掌握到先知筹码 又悄悄的进来了 你跟上他的脚步 你把你手中的老鹰撒出去 你一样可以抓到很多的兔子 买不知 今天当然就是用这一招 买不敢 买在别人不敢买的地方 这种不敢并不是说蛮干或是呢 不管三七二一勇往直前 通通不是 我们是因为有看到盘面上老天爷在送钱 先知筹码回来了 因为10%的交易资助造成这个利多或利空的反应变得快速 我们也懂得就由先知筹码掌握度非常高的情况下来做应对 所以这一些因素加起来 我们今天勇敢的出手抓了四只兔子 那大家想 一定大家还是会想问说老师利 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偏多的现象 跟我们讲一下先知筹码各位可能很难了解说我们到底怎么看 美国的确就在这边 这就是我们的专业 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个东西 先知筹码在绕跑两天前 今天来仔细看一下 准竭尽缺口 强势主流骨会先上 如果你了解这几句话 我相信你今天一定有收到老天爷送给我们的礼物 至于什么叫准竭尽缺口 改天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好好讲 那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提示 去看一下去年十月底 见低点那一天长什么样子 隔天又长什么样子 后面又会发生什么事 你会慢慢理解 什么叫准竭尽缺口 什么叫老天爷送来的礼物 来 运动大联盟是今天整个盘是最强的 这也就是我们首先锁定它的原因 仔细看一下 我们拉近一点 这是各类股的一个涨幅 有没有看到纺织股今天涨幅2.16个百分点 都是绿的 没有几个红的 它涨最多 所以我说强势股它没有脱离我们的好球带 兔子没有脱离我们雷达所设定的一个范围 都抓到了 那这个纺织股 你只要盘中一大早你去看一档股票 这是谁 如虹1476 纺织股的股王 也是未来非电子股的股王 它是这样子走 股王在带头了 这族群当然是OK的 这更证明我们所看到的先知筹码进驻是没有问题的 接着我们来继续加强大家的信心 为什么我们锁定的是这些股票 来看一下例期 时间真的不多 来 这个是在礼拜二 礼拜二它是大跌的 昨天也大跌 礼拜二的前一天礼拜一 我就已经特别跟大家提醒了 礼拜二跌的时候再提醒大家一次 强势主流要买不敢 买在别人不敢的地方 昨天我跟大家讲 机会还没来 我们的老鹰也还没有撒出去 哪怕它是中错 我们还是等待 今天看它怎么走 今天一大早又杀到跌停 机会来了 因为先知筹码 从这样的走势里面很清楚看到 有人跳在里面了 回头来买了 跟上就对了 跟上就赚了 还在担心对不对 来 我相信你看到这一张表 你会很有信心 这个是过去 历琴它只要遇到奥运的前一年 它的营收走势 来 从北京奥运来讲 沿路 沿路从前一年营收开始往上 而且高峰会落在当年举办奥运的第四季 因为下半年本来就是它的旺季 有奥运的加持旺季更旺 而且奥运的加持会让它反映 从前一年的下半年开始 从北京奥运跟四年前的伦敦奥运 都是长这个样子 明年是不是有巴西里约的奥运 没错吧 所以 它的营收将会从下半年进入旺季 一直延续六季到明年 今年预计赚九块 你去算一下 运动大联盟相关个股的本益比 以它现在的价位真的不高 所以你当然要利用它有利空有大跌的时候 买在别人不敢买的地方 时间真的很短 我们很深怕大家错过了这一档 我们非常看好的股票 所以先跟大家讲这一档 那至于其他的208的南地 8383的千富 以及3665的F帽连 我们有时间再好好来跟大家继续做分享 那么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错过了今天老天爷送钱来 老天爷来送礼物 那么不要放弃 因为接下来还会有一只一只的兔子跑出来 不要错过了 如果你不知道兔子出在哪里 我们已经帮大家锁定好了 欢迎跟我们现场人员做联系 看看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大家 把一只一只的兔子 抓住往在手里面 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本公司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水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额排气密窗专利复合式岛块 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额排气密窗 2987 1111 纵横股海成为赢家 滑罐头顾赖分析师 精准的多空研判 后时的产业分析 顺应趋势做操作 掌控风险摆第一 把获利变成习惯 把亏损拒绝门外 带您实时累积财富 带您客客迎接幸福 速播赢家热线 02-6630-3221 6630-3221 致富之门为谁而开 滑罐头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 懂得投资的人 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 金钱不是凭空而降 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方向 滑罐头顾冠领群雄 带领真诚专业经纪团队 寝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 相信专业 现在就拨打滑罐专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